这个数学是这样的 你看哦 他讲他拿到一笔钱 就是一万令吉的奖金 他把五分之二存起来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五分之二 你奖金的五分之二 一万乘五分之二saving 就是四千 再将剩余的 剩余的 这是step1 这个是step2 就是拿一万令吉减四千块 就剩下六千块 他拿六千块来用 然后呢 这个六千块里面他分别给父母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捐出去 所以他这边问给父母多少钱 就是这个所谓的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又要称多少呢 就是称这个剩余的 就是RM6000 就等于RM1200 OK 接下来呢 他就 之后呢 他用剩下的奖金 OK 等下又要再剩下 OK 五分之一我们算了出来 然后还有这个十分之一就是在这边 在下面这边 OK 就是这个十分之一在这边用 这个十分之一又是用这个剩余的 然后 得 得 十分之一 就是这个 乘六千块 Oh so sorry 乘六千块就等于RM 六百块他送给这个基金 但是到最后他的答案要你几分之几 所以你要怎么写 就是拿RM600 还有你的基金一万 RM割掉 RM割掉 1 1 2 2 所以剩下六分之一百也等于三分之五十 所以答 你要写 sorry 是五十分之三 不是三分之五十 讲错了 OK 接下来呢 他就问你 带多少钱去旅游 OK 多少钱旅游就是上面这边 看到吗 剩余的奖金 带家人去旅游就是下面 还有剩下的奖金是多少钱 你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讲了吗 4000 OK 付1000拿来支付 6000块拿来用 所以拿这个6000 来扣掉给父母 给慈善机构 然后剩下的才去旅行 所以 6000 扣掉 1200 再扣掉 600 答案是 4200 4200去旅游 所以 这是第六题的 Explanation Thank you 1 9 3 1 3 4